你们看 这种局还有机会翻吗 油柴飞天 我已经没有球了 而且还上椅了 外面还差三台机 杂技这波救人 还要被打双岛了 该如何翻盘 接下来每一步都不能失误 首先是我们不能真的被他打双岛了 一定要牵制起来 你们看我这波细节走位躲跳 然后听一声音 知道聂心要准备蓄理刀了 那不犹豫 直接飞轮 接下来选择战场非常关键 六逆熙接完这种窗户 非常好 六 果然聂心都不抓我了 直接换抓 那机会出来了 接下来只要我不被抓到 大概率是能三人开门站的 先知在修最后一台机了 聂心发现我了 那肯定会来抓我的 注意看我的走位啊 此时我们一定要远离先知的遗产 那挂上我之后 聂心直接传送去抓杂技啊 但其实机子已经快压好了 本来求稳 准备坏还记修的 但我发现 杂技已经带离了遗产机 那就不要开了 机子已经压好 这个先知也是非常厉害 后面会有超级秀的操作 直接三人开门站 我帮不了杂技啊 所以也不到门簧 直接走啊 但先知可以帮得上 接下来非常细节啊 你们注意看 先知 聂息和杂技的走位啊 每一步都在博弈啊 小心翼翼啊 但凡随失误一步啊 结局就会完全不一样 先知为什么不走 因为他在吸鸟 聂息为什么不去打先知啊 因为怕杂技走门啊 但他又担心先知吸鸟 所以再来回拉丑 那杂技走位也是非常秀啊 躲过了好几波跳 拖出先知吸鸟的时间 最后先知吸出了鸟 放鸟之后也非常细节啊 没有第一时间走 为什么呢 因为一旦先知提前逃离啊 杂技身上的鸟就会马上消失啊 这个细节很多人还不知道啊 OK 最后也是极限三跑了 有没有非常秀呢 喜欢看这种翻盘视频的啊 记得点赞关注一下 少论师兄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帅吗 在七阶排位之后 三灯帽同时放出来是非常少见的 尤其是有名正正的地图啊 连祭司都放 什么意思啊 对面未免有点轻敌了 尽管是破轮啊 开局来独动抓我 那今天必须教你们一招啊 玩祭司的时候 面对破轮啊 如果秒吃刺了 该怎么办 你们看一下啊 我们这里不仅秒吃刺了 而且还秒吃了一刀啊 此时此刻 监管只要再给我们上一根刺 接着直接悲观就可以带走我们啊 那这种情况 我们该如何破解呢 记得出来是一张荒步折路法 什么意思啊 给你们演示一下你就懂啊 OK 这里直接吃刺了 对吧 当它变成的时候 直接打洞 然后反穿 OK 没反穿的话 没问题啊 下板继续反穿 不断的穿动 让它分不起我们到底会不会反穿 这时它就慌了呀 它的技能就乱用了呀 很明显它变轮了 说明什么 它的悲观刚才已经空了 那不好意思啊 接下来30秒 可以无伤 而且你们不要着急啊 尽量利用这种高低差位置啊 让它不好使用悲观 不好使用闪现 这样我们就可以拖出更多的时间了 OK 这里也是拖出了将近三海机 够了啊 那最后再教你们一周预判闪现的方法 好看好好学啊 我们不要下板 直接配当走位 帅吗 你们看这把排到谁了 是丧小爱 而且听说他已经七阶二十四星了 这是赛季末最后一晚的比赛 如果赢了 他就有机会上巅峰七阶了 所以如果他最后上巅峰七阶了 肯定有我一臂之力吧 我看他这赛季打得比较少 才五百多把 胜率还是挺高的 来看看这把帅老师干了啥吧 前期节奏一般般 机子不多 但园丁已经上马子 必须打架了 不然最多保平 刚才闪现已经被逼出来了 所以保人压力不算大 这里不要去保 因为没救他静下 保下来也没用 等镜像消失的时候 一定要全力以赴 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拉球慢了 远丁还没自起 但时间拖了挺多 还有机会 我在调查员也有多命 那接下来一定要保住他了 不放VGM了 我要认真了 放直播原声吧 放直播原声 当薛若鹤的歌剧 遇到S1的原丁 这把歌剧红温 前期追击速度超级快 场上一共一台半 完全杀就倒地了 这怎么打 先告诉你们结果 最后歌剧被三跑了 那求人者又是如何翻盘的 接着往下看 佣兵正常卡半救人 不双倒 然后回去休机 完全上也没想226 直接跑小门角落 因为小门的椅子 刷在了一板两窗 准备打原丁体系 这种情况 请问歌剧应该如何处理 可以这么说吧 除非原丁给机会被秒掉 不然歌剧面对这种情况 只能换抓才有机会 不信你们看 尽管原丁没有第二次拆掉椅子 但玩剧商肯定是带了三摇的 直接摇下来了 摇下来之后的玩剧商 不需要前置 直接再次往小门角落冲 原丁再次去拆椅 请问歌剧又该如何应对 没有办法 真的没有办法 歌剧不死心 还要继续去追玩剧商 可惜面对S1原丁这种打法 你又有何办法呢 我们不能说原丁这种打法是恶心的 因为这本身就是原丁的玩法 只是有时候想要破解这种玩法 是真的有点难 最后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只能先去处理原丁 但为时已晚 机子都已经快压好了 最后也是无赖败北 从最开始的速抓玩剧商 到最后的含恨败北 歌剧肯定已经红温了吧 如果你们是监管 这种情况又该如何应对呢 大家不妨在视频下面说一说 还有你们觉得歌剧现在到底强不强 排位赛遇到了到底能不能热动呢 感谢观看